赵官家翻了一下自己的笔记 挥手相对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说说大政方针 往后几年 咱们该怎么做才能确保数年内推进北伐呢 几日到场的 全都可以畅所欲言 下方一阵寂静 半场还是都省首相赵鼎稍作陈吟后出列 官家 北伐是一定的 但欲动大兵尚需大政得治 而若论大政基本 一则可寻根 二则可纠害 寻根者 乃是从治政本身出发 看人事 财政 法度 盛学 工程 军事准备上 都还能有什么作为 而纠害 则是以身前的问题出发 看如何能解决问题 赵九脱口而出 还请相公细细言之 赵鼎昂然相对自若 人事 其实官家正在推行的明示相合 便是一个极好的举措 堪称一扫五代以来种种官职混散之风 也相应提高了效率 法度 朝廷现在正在定立新的皇宋行统 重在世下 使民心宽慰 赵九若有所思 且诸 正之前几日与清提的那件事情怎么说 赵鼎然相对 回禀官家 陈等诸宰之先于御前议论妥当 在赴密格公义 又交刑部制定细则 已经有成文 代交官家预览 但无论如何 如官家所提 一并废除建口奴婢 改为雇佣杂币 一并废除真宗改制 主家与雇佣杂币间设计行统 一律以良家论行 至于点七之事 陈等也以为此事违背人伦 只是这等事情不好一刀两断 陈等设立了三年的期限 以三年后的元日为起 不得再行点七致服 至于开示部分官纪一事 官家上巡以下令旨 客室特办 就不必再多言了 赵九缓缓点头 赵鼎见到赵九点头 便继续介绍了下去 至于圣学 就不用说了 官家捏合礼学 兴学 推崇元学 新陈交替自是一方气象 除此之外 官家设立大象国四炮方 重整军器间 射轮船方 据是应时之举 而军事上 字不必多言 众目睽睽 人尽皆知 赵九从笔记本上 收起目光 含笑以对 这么说 朕与诸位相公 还是做了许多事的 此言一出 下面许多够得着 说话的薰贵 早已经按了不住 准备上来拍马 而御史中 李光则本能醋眉 却又肃立不语 不知可否 不过 眼瞅着李光 未然不动 没奈何下 早已经出列的 书香张俊 却又只能正色拱手 官家慎言 自古以来 行白礼者半久时 何况国家至此 连半城都未尽 如何能自满 蠢蠢欲动的 薰贵们登石肃然 李光却如 吃了苍蝇一般 去看张俊 而更多的大臣们 则马上敏锐地意识到 今天的事情 不会这么简单 皇帝和崽子们 甚至很可能 是到御史中成这里 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就某件事情 达成了一致 但明显事关重大 需要这里 所有人背书而已 考虑到此处是军营 是官家执行力 最强的地方 是祭典之中 是官家权威 最盛的时候 犹然要如此 那恐怕是真的 又要出大事了 赵九不慌不忙 政策已对 张相公所言甚是 刚刚赵相公所言 乃是寻根之论 尚未闻纠害之言 都省副相刘吉 也忽然上前半步 苦笑已对 官家 纠害之言 其实简单异常 但不知何时 站出来的疏密 副使成规 免续感叹 好让官家知道 若是纠害 以本朝前百年而论 早有定言 无外乎是三戎而已 冗君 冗官 冗废 但此一时比一时 静康之变 国家道统虽存 官家忠心却宛如渐兴 三戎之势 基本废弃 但国家虽无三戎 却有别的坏处 一则失去两河国土 二则河南 淮北 京东关系之地也遭战火 所以 本朝还是有军力不足 财政不足上的困难 不说积贫积弱 却也是且贫且弱 李光无奈 忠于出列 却是冷猛相对 只是财政吗 人心不要收拢的吗 赵鼎终于再度接口 人心确实要收拢 但人心最大的一处不是别处 正是为了养军 充财 使东南加税 金香加富 以及巴蜀玉之财富一事 一千个人心 倒有八百在此处 所以说来说去 还是财政紧张 若财政充裕 如何需将育营兵额定在二十万这个大口上 养三十万兵不好吗 若财政充裕 如何需南方百姓这般辛苦 去了新家的赋税不好吗 若财政充裕 何必次次到了冬日都要举国债 若财政充裕 如何上次蜀买河北流明须民间捐额 这次蜀买官纪要官家卖公事 若财政充裕 如何还要如此大点 让官家穿着太上道君皇帝的旧国免 而满朝文武只能穿官袍祭奠 此时就还说多了 一千一万不嫌少 但何为一个字 就是钱 宰子们一唱一和 说得这般透彻 下方那些豪商 早已经心下冰凉了 这是要拿他们开刀 便是和尚们与道士们 也多赘赘 而其余文武百官 乃至于部分勋贵 却都心下跃跃欲试 官家和宰子们是这个意思 那他们没有理由不配合呀 说一千到一万 官家和宰子就是赤裸裸的想要钱 户部尚书领起初列 认真敬言 陛下 陈之前便于财政上稍有思索 如今财富已经到了极致 再想增加无益于使命顶费 掩铁茶酒繁稀专营之力 虽然还有提升可能 但却不可能主动提价 再毁城市人心 而应该缓缓待其自肥 除此之外 京东收付 若能诚心经营 一两年内多个百万名的收入也属寻常 且京东速来海貌发达 高利 日本交通顺畅 或许又能多百万名进向 而除此之外 再想要取财 无外乎便是交子与国债了 而就在这时 国子兼济九成康伯越众而出 当众驳斥 陈以为户部尚书所言赴于表面 内里未必得当 陈虽不善财货之势 却知道一些根本道理 说到底 天下财货就在那里 田赋发于龙母 税务起于市井 都是有迹可循的 而如今朝廷的困境在于 淮河以北受战火殃及 又要养兵土北 不得以南方加赴税 以至于失了一定原心 所以田地上万万不能再打主意 市井中也不该再打主意 而高利 日本 大理 吐蕃 乃至于大石就那么大 每年商贸所得也不可能骤然超出预计 那下端敢问林尚书 现在想要用国债 交子来取财 总得有个取权吧 你准备用这个取谁的钱 话落 吏部尚书陈公府忽然走出行列 却没有去看身后官家与宰职 反而是扭头相对身下 并昂然出声 天下间专有一些人 不是生产 坐享其成 国难之时 不愿拔一毛 国难之后 却又盈盈狗狗 求财 求官 求弟 求利 现在国家这么艰难 财政充一份便要用一份在军上 以至于连至尊都要在后宫养鱼职丧 那留着他们在哪里非常满度作甚 只是做法是 充宫阁吗 那摩阿弥陀佛 随着朝廷中书大员们这般一层层图穷比线 一瞬间 在心里念了一句佛的法和主持 甚至觉得有点委屈 下午不还好好的吗 我说你是菩萨 你说我是罗汉 到了晚上就这般 难道真要杀鸡取卵 田地尽收 福财尽末 若是这般 也就难怪明道工的人没来了 他们家早就被官家在四年前搜刮干净了 连道祖精身都刮了 莫说这些和尚倒是伤人 闻得这般杀气腾腾之论 便是衍圣公等人 也有些莫名坠坠起来